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又到了7月19日的凌晨时分 凌时10分, 将温暖留在你心, 现在我录是凌时10分 希望很快能够播出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点收看苏武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广告,希望付费每月定额, 不只是免费的subscription 也希望多些付费的subscription 希望大家看完广告,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影片, 利用superfast function, 赞助支持本人 我们今天连续几天都讲到关于国际的新闻 当然也有一些 可以和大家follow up, 在这一节最后的地方 和大家follow up一下 民主党是否要换灯呢 也有很多精彩的资料要陆续涌现 我现在在录影的时候 其实已经听完了这个 凡斯 或者是凡斯 或者是香港的曼斯 这位未来的共和党 副总统候选人 川普的副手 的一些发言 相当 激切 激切 和非常清楚 你看到 即是 看他 Hubley energy 里面的很多内容 看得到 是相当难得 他这一位已经戒了十多年的母亲 已经来到现场 而他回忆他当年的外祖母 当年是成十九个把枪 在家里面 这个就是 美国人的精神 This is American spirit 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 他们自己的家庭 他们自己的住宅 是需要用自己的力量 去捍卫 不假外求 四个大字 不假外求 这是很重要 如果你假外求于 警察 警队 懲教署 这些城管 或者那些什么 康民署 一些什么 追溯佬 或者whatever 辅警 宪兵 whatever 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 OK 真真正在捍卫自己的 只有你 和你的家庭 本身 If you know it you learn it 你就会支持什么的持枪权 用枪权 我想这一点是 基本的观念 另外就是说 看到他对于一些 所谓的 废 就是废佬 就是白人 的卑微的人士 活在铁兽大 由Pansylvania 到Ohio 一路去到 Majigan Wisconsin 这一带 一路去到 Minnesota 这些 铁兽大的 一些真正 真正他们的悲歌 他们的生命 在书里面 很有演员 演员 大家喜欢看中文的 我知道八奇文化 现在要再版 一本 就是 中文书 就是 Hillbilly Energy 就是流亡者之歌 英文版本 英文版本可以自己英国或者美国买 有些已经绝版 怎样都好 Netflix 也有电影可以上 大家自己去看 那 讲到这里之后 我们讲回中国 你记得我这一节的重点 这个重点就在于 重点就是 特朗普会有一个 演讲的 RNC 共和党 党代表大会 现在还没做 我现在还没做 还要 有多八个小时左右 他才会上台演讲 到时我们也会看的 所以我要睡觉 好好看演讲 睡觉之前 要准备明天 起码要上两个 台湾媒体的节目 希望大家 给一些 耐性 听我说这段 说话 希望我把精华 都在广东话 节目里在这个地方 和大家分享 中国最近有一些 亲亲的东西 我们明天先讲 但我们今天讲 关于 中国的一些议题 三中全会也都结束了 15至18号 就是星期一至星期四 历史的垃圾时间 集体躺平 社会主义公有制服辟 财税改革 消费税 房产税 中央地方分税 这些东西 我没有兴趣 和大家讲这些全部都是 尿比一格 尿无新意的 有六点是比较特别的 与其说比较特别是有些地方已经 以前出现 但是就是今次 整个三中全会比较特别 一 是没有 成为 头条 整个三中全会在 人民日报 在各大的 党媒 他们没有将 三中全会 视为一个头条来看待 很多都不这样做 好像 故意低调 处理这个问题 回顾 在去年 应该是年底开的会 一直没有开 拖到现在 7月才开 显然有些东西 是需要 摆平 才可以开 摆不平 开不了 那 没有成为 头条 继续想 将一些东西 用低调去处理 我觉得其中一个关键 议题涉及到 这些权力的斗争 还有 涉及到 究竟是要 落重约 还是不落重约 还是怎样处理 各方面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无论怎样都好 习近平一锤定音 这样一锤定音 所有官员 翘首以待 习主席 你讲话 我不讲话了 总之 凡是习近平输的 走势对的 这就是 高级 低级客 低级 高级客 就是这样处理这件事 所以没有成为头条 OK 第二件事 没有现场的消息 第三件事 7月18号的 人民日报的头版 依然是没有任何的消息 第四就是说 去到7月18号 就是刚刚过去的昨天的上午为止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 关于三中全会的照片 他的影像 甚至无 他通过的任何的法律 草案 都什么都没有 OK Nothin No substance 那么很多人说这些 我会觉得 这些都代表不了任何东西 喜欢低调 就是低调 下面第五和第六 是很值得说的 第五点 就是说到 三中全会 是不是习近平中风 那很多遥传 很多遥传 就说他 就是睡睡觉 不是睡睡觉 开开会 突然之间 出现了很多特别的事情 他就被指 中风 这个被指中风的一个 说法 就是说 是相当 可笑的 就说 在昨天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被蔡奇主持的一场会议里面 在习近平发表谈话 并是众人跟着习近平 叫口号之后 习近平的嘴巴 扭扭扭扭扭扭扭 在桌子上面 跟着就被送往医院了 当下 蔡奇命令 参与会议者不准拍照 拍照也都要立即删除 那 就是 这件事就是这样说 陈真义就说他中风 这件事我一看就知道肯定是假的 接着我看到网络上 因为我有很多群组 有些记者 传了一些片段 这片段就是关于 长安大家又封了 对不对 大家对这件事相当忌讳 各方面的事 我觉得继续这样说下去 稍有常识都知道是不可能 你要知道 在一个共产极权专制的社会里面 一个国家里面 你要在一个完全保密的情况之下 漏风出来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要漏风 一定是里面的知情者 有根强地跟你说一些东西 而那些事应该是没有详细的细节的 比如说当年 1997年 邓小平死了 我知道当时有几个独家的记者 是即时在 官方 即是中国官方宣布之前 立即将这个消息 送到海外 以前传过 邓小平死无数次的 江泽民死无数次的 那些是流料 因为你没有在 他们这个所谓的 极权的圈子里面 找到一个可靠的人 传这些消息出来 而且那个消息一定是简短的 譬如说邓小平已经是几个小时前死了 一定没有死因的 OK 讲大话 不要乱讲大话 一定是不会讲死因的 死因要调查的 他不会说 因为他心肌敢失 所以这个 被人输了几百 的葡萄糖之后 之后也都不行 他心肺呼吸 五下之后 冲着死 你被那么多细节出来 肯定是假 You are telling a fake story 你conjure up 很多东西 所以肯定是假 刚刚讲的这段故事 叫完口号之后 跟着 扑在桌上 送去医院 蔡奇叫大家不要拍照 拍照就要删除了 这些全部都是 叫作故事 为什么这么多故事作呢 我会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现在海外很多中国民运 所谓那些 流亡人士的KOL 很希望 很希望拿点击率的嘛 喂 突然之间 补一段 以 并计的人 或者 不知几百K 或者一并两并的人 去看他的东西 他是发大财的嘛 弄他爽动的标题 弄一幅相 然后说 习近平已经死了 激奋人心 点入去看 这个是生财的方式 而这个是 是因质钱 你根本上是 讲假话 不是讲真话行公义 而是 讲假话 赚大钱 这些东西 不切 与之为伍 这个是我们基本的原则 另外一样重要的地方 就是 如果你说假话 就有很多细节 讲真话 只有一句 就是 邓小平 在 几时几分 已经过身 详细之后再公布 这些就是 真的人家跟你说的 很简短的一句 这样才简洁有力 而没有其他的 加严加草 这些就是 通常我们看的标准 还有 你要相信哪个媒体 做这些事 你只是一个 Twitter X 不知道有什么差人 在外面 在这里 即是打飞机 这样的做法 他不是专业的记者 然后说 现在他们 中国人经常说的 谣言 就是谣谣先的语言 哇 接着讲到 任何的谣言 都要 滑木双看 严震以待 瘋的 就是把所有这些中国人 国民贵式的东西 完全反映在每一个人身上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小国民贵 现在国民贵被判监很多年了 我的卫时数据了几年了 但是我们就是说 他这些人 很多小国民贵 这些小的 恶魔 潜在很多人的罪性里面 我们希望大家 不要做这些人 我们提醒很多的评论人 不要做这些人 有多少分真相 有多少分 公义 就说多少分真相与公义 我们可能做一个诚实的错误 有可能说错 我们说错误 就认了 打的就要站定了 就不要有人 富裕万抗 指桑骂怀 人身攻击 视之为无耻 我们看回 这宗案件 希望所有在中国 流亡在外面的一些所谓的评论人 收口 不要再做这些阴质的事 我知道有些媒体 喜欢造假 来赞取他们的点击 尤其大家看到 谁说的 他们的消息来源 究竟是大概从哪里来的 就算你不清楚 你要知道 他说的内容是什么 我想可以很容易 分辨到真相 是什么 OK 你甚至死因 中风 都说得出来 你不让他 心肌紧失 你只是看到他 叫口号 摸到桌 可能是心脏病 为什么你这么快知道 中风 是脑有事 不是心有事 你立刻说中风 你都没见医生 你都知道中风 这些就是最基本 用逻辑 就可以解决到的问题 对不对 你怕不怕我的意思 这个就是说 不要轻信这些东西 接着我看一段片片 说 哎呀 长安大街已经封了 最可笑的就是这一分钟的片里面 绝大部分的时间 长安大街 居水马龙 不断有不断的车 在走着 那天 你一段 在拍摄 封了几线 就说 整条 长安大街封了的 你看这些所谓的视频 看几秒钟都一扔掉 你的标题就是长安大街全面封锁 但你看到的画面 只得几条车 其他全部都继续有车行的 这些是不可信的东西 你用一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拆破这些方言 我们用的 不是什么 写一篇论文搞很多东西 是一个常识 我只是用 一堆的说话 跟你讲 怎样做一个常识的分析 希望大家明白 所以绝对 不是 这一个所谓的 中风了 这是第一件事 刚刚讲这个第五点 肯定不是中风 第六点就是说 这个比较特别 这个要解释 这个事源 就是7月15号 就是有一个万字 接近9千多字的特稿 就是新华社发出来的 它的标题是六个大字 改革家习近平 简单来说就是 却月的改革家 并肩 邓小平 这个就是对习近平的定义 这篇的稿 就被撤了下来 究竟原因是怎样呢 毁莫于心 到现在都不知道 为什么他要将这份稿 刺下来的 就正如之前 将总理李强 讲过的所谓的 中国大病初遇 中国经济 不能下猛弱 要顾本培缘 要做政策组合权 里面讲到的所谓的 不能下猛弱 也将他删除 这次 更奇怪 圣上 这个 皇帝 他讲这些 说法 或者改革家习近平 刚才讲的这些 有什么问题呢 我先读一次 我再讲给你 这是我自己的分析 我这个分析没有抄任何的人 是我自己的分析 我想到今天来讲 都没有讲给大家 没有任何的一个评论 有人讲得出 我刚刚讲 接下来要讲的一些分析的说法 但我先讲讲你的 真实是什么 给大家听 中共二十届 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 全体会议 三中全会 在今天 就在18号 即是昨天闭幕 会议闭幕前夕 新华网突然删除日前上载的万字特稿 改革家习近平 微博 也无法找到这篇文章 由于这个文章高度评价习近平 是改革家 地位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邓小平 并列 文章被消失 引起广泛的外界关注 大家看新华网的 下午发布的会议公布 强调全党会继续团结在 以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 为全面建设成为 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而努力 当然他就在15号召开 跟着这个新华网在15号 已经发表这个 改革家习近平的万字特稿 香港大公报第2日 在头2、3版刊登传闻 并且头版配上 习近平在2020年 视察深圳的照片 但这篇文章 他前日在新华网被删除 其他在香港和中国的网站 也都找不到文章 微博也都无法找到相关资料 截至到昨天晚上6点 香港大公报网页 都可以找到的 但是是否之后会删除 就不知道 根据大公报网页转载的文章 文章说 习近平 听起来 我逐个字读出来 这些是关键字 习近平 被认为是邓小平之后的 又一位 卓越的 改革家 两人 都推动 中国现代化 但两人面对的形势 永远不同 文章引述习近平自称 容易的 皆大欢喜的改革 已经完成了 好吃的肉 都吃掉了 剩下的 都是难肯的硬骨头 但他 拒绝躺在前人功劳保上休息 而是继续充斥 文章充满对习近平的赞美 包括说 习近平在每个地方 任职 都是改革先锋 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主政 广东创办深圳特区 习近平有改革家传 习近平掀起史无前例的反复风暴 习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 基于他从长期实践中 得到的深思熟虑 并形成一整套顶层设计 文章最后指 习近平继承发扬 邓小平的事业 让中国不仅 续写了经济奇迹 还展现出文化魅力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这篇红文被删除之后 经济学者 在外地的程晓龙 程晓龙先生就说 他当时有个中国农民调查 这本书很出名的 程晓龙就说 可能因为文章吹过头 习近平担心会有反效果 现在问题是整个局面一塌糊涂 他又打算去修修步步 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 这个时候就 他来戴他一顶帽 他觉得是高级黑 所以他要将他删除 刘瑞兆夫子仔 发广的访问里面说 不排除文章 是习近平下令撤稿 因为目前中国经济不振 不如先行撤稿 日后再上稿 都是有可能的 目前未见习近平权力有动摇迹象 例如三中全会前 两任前国防部长 魏凤和李长福都已经被伤开 并取消上将军下 反映军队目前仍掌握在 习近平手中 当然我是 尊重他们两位的 一些 想法 这个我不会说 这些是不合理的 一种猜测 但我提出另一个角度 给大家思考一下 我会觉得这样 大家认真一点看 这句话 习近平 被认为是 邓小平之后的 又一位卓越的 改革 我将几个字眼 highlight出来 什么叫做 习近平 被认为是 如果你不认为 习近平是 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 很清楚 被认为 意思是 这句话呢 不认为 不认为 有人认为 OK 习近平被认为是 习近平之后的另一位 又一位卓越的改革 被认为的事 根本就是 真正的高级客 另外 射大雕,數英雄人物,橫看今朝 鄧習主席,習主席就需要做No.1 那你今天,你是不是替他眼眉呢? 為什麼要將他和鄧小平比呢? 他應該高過了毛鄧江湖 為什麼他要將他貶到他和鄧小平同一個level呢? 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鄧小平之後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 即他是卓越的改革家之一 另外你看到很多卓越的改革家 肯定包括江澤民、曾慶紅、胡錦濤、溫家寶、李克強 都是卓越的改革家 不過他習近平只是之一 就是鄧小平之後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 他不夠獨特 不夠stand out 第一 你是被認為 你是鄧小平比 然後又一位 第四件事 改革家 這個就是正中要害 共產黨不止改革開放 就是不斷革命 不斷是對黨內要革命 OK? 你應該叫做革命家 revolutionist OK? 不應該叫做什麼? 改革家 reformist refo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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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這麼說 但不要reformer reformer是改革者 什麼叫改革家呢? 改革家 我是改革家 改革家 你的職業是什麼呢? 我是做改革家的 我今天做評論 我的身份是改革家的 你知道他講什麼呢?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講什麼 那他就說呢 習近平自己改革家 你將他混了很多 做目像家 做這個演唱家 做這個演藝家 做這個演員家 這些東西太混了 什麼叫改革家 為什麼不叫革命家 這句話 一連反了四個錯 被認為鄧小平 又一位改革家 怎麼搞? 接著 最慘的是什麼呢? 你用食肉 來講整件事 好吃的肉都吃掉了 剩下的都是難肯的硬骨頭 這件事就反映到那些官員 剝死了老百姓 石鼠、石鼠、毛、食我、樹 今次這些官員 好吃的肉都吃掉了 剩下的都是難肯、難咬的硬骨頭 那你只是告訴大家 用這件事 一語相關 反諷官員 繼續剝削老百姓 包括習近平在內 還要說繼續衝刺 最離譜的是什麼呢? 這就是最離譜的地方 什麼叫習近平掀起史無前例的反腐風暴 就是好像你看食神 周星前就說 你說天上的神仙就是神仙 說地來自地獄的使者 烹你去花園道 來自地獄的使者 你怎麼會把史無前例的反腐 視為風暴呢? 反腐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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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腐的成績 反腐的魄力 反腐的是什麼呢? 視為反腐不是叫風暴嘛 風暴是一個負面的說法來的嘛 反腐風暈都好嘛 是不是? 風暴 是不是? 黑暴你也有 蟑螂你也有 怎麼風暴呢? 說習近平掀起了一場風暴 你怎麼搞錯? 這些是什麼中文來的? 擺明是高級客了 低級客都有了 是不是? 換言之就是 他這樣搞法 是很荒謬的 這個完全對不了習近平的味 一看下去 嘩 當然這篇文章 不可能是習近平寫的 是那些馬屁精寫的 馬屁精的地方 一與相關寫這麼多的東西 就被人下架了 這個才是原因 我這個原因 有可能過 剛剛講程教授 或者是夫子講的原因 他們講的原因 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就是說 高級紅低級黑 吹過頭 不想那麼行 告訴你 共產黨從來都不怕這些 所謂的 吹得那麼行 被人笑的東西 共產黨不要面子的 共產黨要權的 你整個都會錯意的地方 以為共產黨要免要錢 No 他要的權力 他只要鐵桶的江山 他理得你笑不笑 OK 而問題就是 你剛剛講的 削弱習近平的權威 是可忍屬不可忍 這個才是重點 OK 那除此之外 我們會知道 整件事有很多的地方 是很值得去和大家深究的 那當然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秦剛辭職那篇 我想大家在網上都討論了一段時間 我簡單講 就是因為大家知道有幾個人 國防部長的李尚福、魏鳳和 魏鳳和就是習近平親自指揮 親自選擇的 其實李尚福也是一樣的 另外就是說這個外交部長 前外交部長秦剛 那他也是被人弄走了 那很多人說他是不是死了呢? 事實上他沒有死到 那就是這個新華社 在昨天的下午發佈會議公佈 其中特別引人觸目的是 接受秦剛同志辭職申請 免去秦剛同志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 記住了 秦剛依然被稱為同志 他免去的中央委員會 有199個人 200多人 以前205人 那就是這個中央委員會的委員職務 但他沒有被開除黨籍 他被開除黨的職務 黨職、職業的職 而不是黨籍 就是那個 他的Membership 就是他的Party Membership 是沒有被開除 依然都是黨員 就是這樣 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呢? 我想 58歲的秦剛 上任外交部長才7個月被免職 23年 即去年10月 被免去國務委員職務 今年2月被宣布辭去全國人大代表職務 只剩下最後一個黨政身份 就是中央委員會委員 就是昨天喪失 民稿沒有說明秦剛有什麼理由請辭 只是以辭職兩個大字 講述事件 認稱他為同事 會議公務中有關秦剛的部分 只有前述26個字 沒有其他任何其他說明 但提及全會審議並通過了 中共中央軍事會員會 關於李尚鋒、李玉超、孫金明的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的審查報告 確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前給李尚鋒、李玉超、孫金明 開除黨籍的處分 就是reconfirm這件事 6月27日即幾個禮拜前 中共中央軍委會通報兩任國防部長 麗鳳和李尚鋒 事然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 這兩個人是開除黨籍的了 即連黨員都不是 是被雙開的 在會議即是他開除他的國防部長的職會 或是開除他的黨籍 在會議公佈中正式曝光和核定 所以魏鳳和李尚鋒、李玉超、孫金明這些人 全部將他剷走 這句秦剛以前高高舉起 今天輕輕放下 沒有了中央委員會的委員 但保留他的黨員 很多人說有什麽分別呢 其實最後就看到了 秦剛是否做了金手指 歐六軒、趙家賢 即是他金手指都比較重要 還有重慶發落 留黨查看 那當然他的命運已經完結 但起碼很多的黨員的一些 遮掩資格依然保留給你 即是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有人說過他在 尤其華爾街日報 在去年八月引述 中國高級外交官說 秦剛擔任中國駐美大使的期間有婚外情 而女方在美國為他誕下一名兒孩子 即是這個野仔 那當時就說 中共高層職的調查時機 是否有損害國家安全 我都說了 這家事和婚外情和生兒子沒有什麽關係 這些全部都是障眼法 真正的地方是否有沒有做間諜 有沒有做一些對於習近平軍隊不利的事 有沒有去通返國 查明就是說 可能他的情況比較次要 然後又肯去大罪立功 讀別人出來 於是乎重慶發落 我想這個情況比較可能 但無論怎樣都好 這些都是不要的人 秦剛不會再升 整走的人也不會翻身 再重塞進來 換言之就是你習家軍 你不是習瓜軍 習近平要你拜拜 你不可能不拜拜 習近平一人獨攬大拳 他這些全部都是整鬥軍隊 一代新人換救人 用完福建幫 整斗一批 再換新的一批 不是找彭麗媛出來 看著他 就找蔡奇 那方面看著其他人 不喜歡蔡奇 就找其他人盯緊他 於是會互相制衡 習近平很難睡覺的 天天都怕別人買起他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他 現在面對的困境 是多麼艱難 最後就好像我開始講到 講一個美國的新聞 就是關於美國現在 所謂有新一波的逼供行動 現在總統拜登 在民主黨裏面的民望 是越來越差 在全國的民望也比較差 儘管拜登已經獲得足夠的 黨內提名票數 但他在6月27日 對於特朗普的辯論會上面 表現是供應非常差的 加上近期民意調查 遲早低迷 再加上最近感染了這個 武漢肺炎 我不喜歡講COVID-19 新冠肺炎 武漢肺炎 於是乎 就是取消了原先 在納斯維加斯 要舉辦幾個造勢大會 打算找黑人來參加 開放很多人來玩 每個人都到了現場 很熱 現在都到了現場 拉斯維加斯又乾又熱 好了 突然之間有人宣佈說 哎呀拜登 President Biden COVID-19 拜拜 他不出現了 蛤 整班人有什麼反應呢 大家可想而知 那你又說之前有感冒 接著又搞到裸裸來 接著之後呢 認人又認不到 說錯了不同的名字 副總統說了Donald Trump 接著現在COVID-19 武漢肺炎 怎麼搞呢 那麼前眾議院的議長 Nancy Pelosi 早已經不妥他了 那私下更加開始呢 加強他的力量 警告選情堪憂等因素 而民主黨內部呢 再度掀起更換總統候選人的討論 愛媒報導 一群憂心忡忡的民主黨眾議員 正試圖阻止黨 就是提前正式提名拜登 企圖為8月民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爭取更多的選項 那麼英國每日郵報17號報導 民主黨為一符合Ohhio State的選票要求 計劃提前正式提名拜登為總統候選人 這個做法呢 這個Ohhio State的做法呢 引發黨內批評者的反彈 重新點燃這個換燈的聲浪 那麼New York Times《南日時報》報導呢 正在競選的加州七聯邦參議員的現任眾議員 鄭安達就是他想做參議員 由這個House去選做Senator的Adam Schiff Adam Schiff在7月17號的一場私人務款活動中警告呢 如果拜登是提名人的話呢 民主黨恐怕將會遭到全面滾敗 那麼看到呢 民主黨有些大的人士呢 開始呢 吐口水給拜登了 據報道自5月以來呢 民主黨員計劃透過視訊點名方式 在8月的全國代表大會前幾個禮拜確認拜登為提名人 以符合Ohhio State8月7日的選票截止日期 但拜登在6月底的辯論會上便宜不佳 引發黨內擔憂 他的候選人指的可能導致白宮、眾議院和參議院全面失守 這就是他們最大的憂慮 最新看到就是眾議院基本上會失守的了 就是眾議院依然是由共和黨成為這個多數政黨 白宮特朗普的贏的機會極大 參議院呢 也就是五波的 就是說呢 現在由51對49 那麼曾經一度維持這個數 現在的情況很可能是50對50 那麼一旦50對50 而如果白宮是由這個特朗普和凡斯去勝出 根據美國憲法 凡斯這個美國總統 副總統就會成為了參議院的核心 就是換言之那個casting vote 會給共和黨 就是只要50對50 共和黨就已經贏了 provided that 特朗普和Advance 特朗普和Advance 能夠贏到白宮 OK 所以來到白宮 眾議院和參議院都全面失守 目前呢 一群質疑拜登候選人資格的民主黨總議員 正是試圖爭取支持 改變提名程序 以便在全國代表大會上允許潛在挑戰 民主黨規則委員會 就在剛剛的今天 上午11點召開視訊會議 超過400名的代表 預計最快在下星期一 22日開始為黨內總統提名人投票 這個過程預計總會有一個禮拜時間 但是根據黨內規則這個重點 以獲足夠代表他的拜登必須同意退出 才能被迫放棄提名 這個我一直都講這一點的 目前本來並無退出跡象 他在接受NBC採訪時表示 聽著有1400萬人投票支持我 成為民主黨的提名人 他得票超過八成 好嗎?我會聽取他們的意見 即是說我不會退 只要拜登一天不退 這些Nancy Pelosi, Adam Schiffer, Shifty Schiffer 完全沒有用的 你要改寫整個規則 即是時候retroactively去改正這一屆的規則 這個完全不得到別人的認同 現在已經too late 拜登我支持你繼續去參選 因為你自己的黨的人都知道你輸贏 不要說我覺得你輸贏 我也覺得你輸贏 但這個就是天選之人 神選之人就是侵侵 這個就是無法言語的了 今天拜登不如做這幾個月 能刮就刮 能做就做 就是這樣基本 沒有了 那你說之後會怎樣呢? 歷史是很公運的 不是我寫的 只不過是說 很多東西 你在上帝的看顧之下 做好做壞 做真做假 做善做惡 大家很清楚 不需要我和大家分析很多東西 用常識 用很基本的東西看得到 誰真正為美國做事 誰不是 誰會走向虛正主義 以及和權貴勾結的邊緣 誰真真正正為美國人做一件事 沒有一個人會成為特朗普或Vance的粉絲 我不認為我是一個粉絲 我不是一個粉絲 特朗普有他自己性格上的問題 他自己怎樣去使到別人憎恨他的問題 我是很期待他成為另一個 Reagan II 就像列根這樣 能夠有這樣的氣質表現 能夠使到全國團結 這個是極度難得的 未來這四年 我希望他能夠做這一點 不只是這四個禮拜 這四個月做的事 在四年能夠使到這個 保守主義 古典自由主義 基督宗教 和我們對於人性的一種深刻的體會 援發出我們對於公義的追求 能夠成為美國的核心價值 這一點就是我非常期待 而如果能夠守得穩 無論之後的折棒的Vance 或者其他其他的未來的國務卿 未來的國防部長 Whorever 我相信大家都會掛目相看 而美國會重新步入正軌 現在就是我講到這個地方 我就要去準備其他資料先 也要睡覺 然後明天早上又要聽 特朗普的演講 我們耍耗時間 未必是即時的 耍耗時間 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特朗普和Vance 這兩天發表演講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商務頻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每月定額支付 看完廣告 看完影片 利用Superfans function 支持贊助本人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